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維華先生 創建美南報業電視集團40餘仔 關注國際和社區大事 積極為亞裔發聲 推廣中小商業發展 請看李維華先生的每日視頻 我看天下大小事 我們迎來五湖四海的國際好友 為了慶祝美南國際貿易中心20年 週年紀念而暖身 上週五我們舉辦了預備晚會 近200位各界有人參加了一次 世外之溫馨酒會 當天出席者包括紀念會主席 前哈里斯郡郡長艾克斯 現任四區區長卡克斯 聯邦眾議院格林 前聯合國協會會長伯克大使 伊索比亞駐德州總領事卡伯蒂 赫里斯醫療基金會董事長迪奧 各國商會會長銀行家伯克等 各族裔領袖 20年來國際貿易中心 舉辦了數百場各種大小制活動 曾經和政府單位民間團體 及學術機構舉行學術研討 商業交流為超過一萬家中小企業服務 並且在2017年榮獲奧巴馬總統 頒發至社會服務獎 今天我們更有遠大理想和計劃 將透過美南媒體集團整合國際文化貿易中心之平台 並正在策劃美南財務金融中心 預計明年年底在美南新聞廣場上完成媒體文化貿易及金融中心之全面結合 為華人在海外創建新的媒體商業金融平台 將是美南集團崭新之旅程碑 為踏上更壯闊之國際舞台 我們再次要感謝多年來和我們同行並幫助的事業夥伴 國際貿易中心為我們搭建了世界舞台 更添加了紀內亞駐休斯頓幾名榮譽領事 藉此參與許多外交活動 開拓和結識更多的國際人士 歷史的巨輪總是不斷向前滾動 數十年來這艱辛歲月希望為社會國家貢獻保利